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 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 三个频道 芒向 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亦 凭经济 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美国和 欧盟的贸易争端 之前更加 马克龙也警告美国 你们再这样搞 可能会有贸易战 当然他们也会谈一谈 所以美国就派了贸易代表大奇 和欧盟去谈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独于绿色技术的补贴 令到欧盟 和其他盟友 那些巨型企业 就全部要迁去美国 这样才可以得到他们的补贴 拜登政府 这位最高贸易官员 戴琪 他真的很搞笑 初初以为他说 我们给他一个豁免权 原来不是 我们推出 你一样推出 其实 你这样就等于马克龙这么说 马克龙就说 你们这样搞的话 我们就搞一个叫做买欧洲产品法 买欧洲产品 即是什么呢 即是我们补贴 和你斗 最后大家搞贸易战 大奇女士 你这样就等于变相是鼓励这种 大家斗补贴之下的变相贸易战 欧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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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让他豁免权我们吗 你叫我们和你一样补贴 因为 之前 欧洲产品亦都谴责过 中国的 为什么你什么都补贴 但是说真的 现在这样的市场之下 你需要一些补贴 你的企业才可以走下去 这么贵的能源费用 是吧 真是好笑 以前欧洲产品 不可以的 我们要自由竞争 其实我觉得欧盟 因为其实欧盟也比较左一点 经常都有一些 很幼稚 很单纯 很美好 很美丽的想法 就好像 你顾一下情义 啊 卖便宜点给我们 那些能源 再来的沙网果 拜登不听你说正常 连你们欧洲国家 本身挪威都不听你说 是吧 所以 情与意真是值千金 那挪威和美国就选择了千金 是吧 那戴琪 当然了 他都会为拜登的这个绿色能源政策 辩护的 那么 现在这个美国的 都叫做几丰厚的 这个绿色补贴 那他 就说 这些 大家都要做啦 但是 当然了 欧盟的报纸听到 当然了 你叫我们跟你补贴 欧盟我们打算跟你谈取豁免权啊 那么欧盟的报纸整个娱论就说 喂 你们这个计划 根本是 不公平地是支持了美国自己的 制造商啊 是的 这就违反 啊 WHO WTO WTO 世贸组织的一些相关协议 那这个协 协议当然了 我们看到 现在 欧盟可能就 告这个美国 根据这些相关协议 但是应该还有得谈的 美国白宫通过叫降低 通胀法案 其实8月份已经生效了 这个法案 就是有 3690亿美金 的一个叫旗舰式的计划 就为了刺激绿色技术投资 为美国制造的 一些绿色产品包括 太阳能板 电动车等等 提供补贴 和免税额 都挺高的 大琪 当然 这次的欧洲之旅 就在 布拉格 因为现在是欧盟的 梁直主席国 他就说 拜登政府对于 这个 清洁能源的未来 做出这么大的投资 大家应该是感到无比自豪才对的 你感到无比自豪 欧盟不是嘛 大佬 大姐 但是大琪 在欧盟和 美国的其他盟友包括 韩国和日本 遭受了严厉的批评 批评大琪 你这样说 有没有理过我们的感受 他一直都不理你感受 美国 要利用你的时候 不利用你的时候 你叫你这么多吗 你是没有实力的 谁叫你安全要靠我们 就算 这个 日本之前都没有你去感受 搞到日本的经济 这么霉 霉了这么多年 另外 原来 欧盟的言论 多数都觉得 美国是违反了 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规定 而且 可能将绿色能源技术 的投资 还有一些大企业 是 变相逼 他们去美国 投资 我又觉得不叫逼 哪里便宜去哪里 伤人无祖国 难道好像马克龙那么幼稚 你寡情意行不行 蛤 可不可以呀 伤人无祖国 你行资本主义 这个降低通胀法 加上 欧盟的能源那么贵 就已经令到大批的欧盟巨企 要出逃欧盟 走到美国 其实 在地缘政治那么紧张的时候 亦都加剧了大西洋两岸之间 欧洲和 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 甚至 可能 会有一个贸易很大的争夺 带齐当然是反驳你的 他不是来帮你 帮你谈 什么是豁免权 他反驳你 其实带齐也是挺厉害的 当时有些人很有志 以为他是华人 他帮中国 当然不会 他国籍是美国的 还有 可能他会比白人更加 硬 因为要证明自己 可能要表忠 带齐反驳了 对于拜登的降低通胀法案的批评 他就呼吁 欧盟自己加强对自己区域的製造商的支持 就是 他更加说 你们自己加强对自己製造商的补贴支持 亦都是等于 减少了对中国的依赖 他就花了两重钱 第一你对本地製造商要大补贴 第二 你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意味着 就在本地製造 本地製造的东西很贵 要花两重钱 戴齐就说 戴齐就说 这个一石二料 又可以减低对中国的依赖 又可以加强自己本地製造 做什么不好 你补贴就可以了 在整个过程当中 在战略重要产品 你们更加可以自吸自足 不用找中国 不敢 欧盟是很讨厌补贴的 因为他们觉得是大家要公平才行 除了降低通胀法之外 其实华盛顿方面 在今年夏天 还通过了520亿美金的 晶片及科学法 chips and science art 为了 令到 大家都可以去到美国国内投资 投资什么 很简单 半导体 就要减少 对进口的依赖 你记住 是美国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哈哈 但是他吸引南韩 日本 台湾地区的大厂 其实最后 按照大琪的 说法 我们也是为了本国民众 每个都为了 本国的民众 中国 是的 喂 其实 在欧盟有时候 你什么都在跟美国 肯定你要 有些牺牲 欧盟也宣布类似的措施 而戴琪就认为 欧盟应该 用这个措施作为基础 和美国一起建立新的产业 政策 才可以对抗中国的威胁 自闭 那些厂全部去你了 哈哈哈 一起建立产业政策 一起建立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 那些厂全部去你了 那我得到什么 哈哈哈 如果你这样持续下去 你又补贴一下 我又为了 抗衡力 我又补贴多些 补来补去 大家没有好处 不过 是美国他不理你 你不是这么说 最后美国可能用一些方法 搞到你没有好处 老实说 在美国面前 美国是西方的共主 你有什么声出 有什么 可以说不 真心地说你可以说不 大琪也说 我们对产业政策的 愿景 不单止与我们自己有关 也要与我们的盟友一起 我们一起努力 令到我们建立更加有银行 摆脱 过度集中在某些国家的生产 多好 当然了 他也说 避免在补贴问题 有没有底线的竞争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补贴不要紧 但是 千万不要 是没有底线的竞争 但是你们的数很大 说真的 美国 拜登政府也花了很多钱 加起来都过万亿 那些什么法案加起来都过万亿 这样 这样才可以烧尝我们矛盾 千万不要另起劳躁 你这个好笑 叫人不要另起劳躁 其实 欧盟的意思就是你另起劳躁 你补贴这么多 破坏了 我们之间的公平竞争 他真的叫人不要另起劳躁 也说我们要着眼于 各自有优势 这样才可以建立有硬性的联盟 但你的优势就是能源很便宜 还有补贴很多 这两样东西你都拿了 欧盟有优势 欧盟的巨企就去你们那里 有些就去中国 现在是 大琪也说 日本和南韩都可以加入我们这个 对抗中国的伙伴关系 是的 大琪的言论 这个欧盟的报纸说 根本不可能缓和 跟欧盟官员之间的关系 欧盟官员 下星期 就会跟美国的官员回眠 他们组成一个特别小组任务 就是降低通胀法之下 怎样可以 令到欧盟 的企业 不会大量的出逃到美国 你看到现在 因为欧盟的伦直主席是捷克 捷克有声出的 捷克 在大琪女士 说到这么搞笑 就说 你自己都补贴了 你不做而已 捷克作为欧盟的伦直主席就说 你这个法案是不可以接受的 欧盟希望 得到与加拿大与墨西哥相同的待遇 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墨西哥与加拿大有相同待遇吗 与美国一样的待遇吗 因为墨西哥与加拿大是生产很多美商的 噢 现在明白了 以前加产说过其实很多美资公司都在加拿大有厂 墨西哥也是 因为他轮角 他近 起码物流都省一大部分 先 欧盟那么远 彩利也有没有 运到过来很贵 两个都轮角 那当然 因为加拿大与墨西哥的企业 跟美国企业一样 他们消费者购买的电动车都可以享受7500美元的补贴 我觉得因为这个地缘上 墨西哥与加拿大 都是美国轮角 他怎样都给你一些好处 而且那么多美资 在加拿大与墨西哥有厂 他也要派一些堂 但是欧盟那么远他派给你干嘛 哈哈哈 那么戴琪呢 接受媒体方面 就说 会不会 欧盟也有墨西哥和加拿大 这些 补贴呀 戴琪就不回答 但是他就说 我们政府最高层是有 政治意愿和决心 是解决问题的 解决问题就叫你去补贴 哈哈哈 自己补贴回自己 哈哈哈 而且你要记住 墨西哥和加拿大是两个国家 你欧盟27个国家 那么他就说 我好有信心 带琪说 可以完全解决问题 有一个完美的方案 完美的方案 就不理你 美国自己搞 但是 目前 美国媒体也说 现在不清楚 在不经过美国国会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向欧盟或者其他盟友作出让步或者豁免 美国国会 不太可能重新审议法案 尤其是 你要知道 如果共和党 如我们所调 是会执政 执政 执掌 两院 他很保护当地的商家 对吗 他很保护当地的商家佬 而且你知道共和党 特朗普年代 其实 和欧盟关系不是那么好 也是那句 整天以为租老头 很 很软弱 其实他说 修保 和 这个 盟友的关系 收收下 他肯定也是从中得到好处 你看看就知道 欧盟的官员已经意识到了 拜登 是希望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 这个政策 就被视为民主党选情的重要一部分 但是那么近也很难 再几天 再四天 再四天 哈哈 但是 欧盟就认为 华盛顿 一定要向我们欧盟作出让步 才叫盟友 不理你 哈哈 拜登说 你要想着 我是北约的大哥 你很多欧洲国家和北约是重复的 我要看着俄罗斯 不要逼我 一名欧盟的官员 就和 报纸说 12月5号 举行的 欧美贸易及技术理事会联席会议 就被视为最后一个限期 这个理事会 就为了 在跨大西洋这个合作方面有个突破 欧盟 贸易专员 就是 东布罗夫司机师 也都说 降低通胀法案 可能歧视欧盟的汽车 可载生能源 电池和能源密集型产业 他自己表示更加倾向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大奇都说不理你了 叫你自己补贴 真是 但是他亦都说 会用尽一切手段 如果一切手段都不行 欧盟可能会用最后一招 就是 世界贸易组织 WTO提出新售 你等十年八年 另外 你看到 这个东布罗夫司机师 其实他就咬着中国不放 他就说中国 他要说中国 别人说欧盟 都很多 产业转移了中国 但是 你要同一个标准 你之前说 中国 搞到补贴很惨 现在你对美国又不敢 不敢说这么硬的说话 其实 都是大小的 我有理解的 理解我不代表 是 认同 就是 因为他是你大哥 始终你都不敢说硬的 欧盟也说 美国和欧盟 现在最重要的外交策略就是 完成统一战线对抗俄罗斯 布鲁塞尔 不希望 引来 贸易战的风险 也不希望 闹到上去WTO 因为他们始终都知道 要靠美国保护欧盟 那你不要出声了 你自己吃了它 你自己没办法保护自己 你就当交钱 加保护货 不过都很重 因为你很多巨企 迁去美国 迁去又一段时间 迁回又一段时间 巨企都很废话 是吧 戴琪呢 他又在spin 他说其他 欧盟和美国的 共同敌人是中国 所以不要说 他意思是 你不要说其他了 说中国 贸易的 谈好他就可以了 谈好他就叫他自己补贴 全部经济的 挑战都来自于中国 但是布鲁塞尔 并没有跟风 对中国实施惩罚性的措施 当然 他可能又用这招逼 欧盟 去就范 对中国更加硬 所以 没办法 你自己没办法保护自己 你靠人的时候 是这样的 你又要 政治正确 只可以这样做 戴琪也说 拜登总统现在 是在关注事态发展 是 他也说 因为索尔茨今天就去 中国 他就说 希望 你们 柏林 指德国 不要那么天真 其实我觉得 欧盟对于美国都很天真 真心地说 我觉得都很天真 叫人家 便宜点买天然气给你 他又这么说 欧盟和美国 给钱都非常坦诚 对呀他真的很坦诚 他就叫你补贴 他很坦诚 叫你自己付钱 非常开放 多点沟通 可以了 确 就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最大化是你的利益 哈哈哈 他也对的 是把我们 包括我 我们美国利益最大化 哈哈哈 哎呀 所以呢 现在他也很坦诚 我觉得 他可能就给你一点 豁免吧 但是 你说会不会完全 拜登 当什么都看不到 欧盟和 和美国的企业是一样 和加拿大和 莫斯科 不是 麥西哥 说错了 麥西哥 用英文的 麥斯科 你说会不会 给这样的待遇呢 我觉得不会 因为 你的汽车工业太强了 你要记住 麥西哥和加拿大 是帮美国做事 做工业 你是和美国竞争 他会不会让你呀 说真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